蜡新闻152 152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1月6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各位观众今天是礼拜四 在1月9号的礼拜天 非常特别的过去投票的日子都是周六 而这一次是周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选择了这一天 而且他们还在台中的选委会的决断之下 对于林静怡所要求的每一个投开票所 都要有内奸 也就是在室内的监票员这件事情 不予理睬 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杀戮人站出来了 各位1月9号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展现 而对于新闻工作 政治和媒体工作 有数十年经验的我来讲 从陈伯伟被罢免 陈伯伟被罢免之后 一直到今天早上 是我人生当中所面对的一次 最超乎想象的选举的检验 严青标 严宽恒一家 过去让大家觉得他有黑道的背景 他有贪污国家的预算 然后去吃花酒 他有违反枪炮管制这样的问题 他有被管训 他有流氓的记录 也不过就是他是这样的出身 这样出身的人最后进入立法院 很多人说他拥有财富 来自于台湾习惯的地方黑金势力的 所谓的杀石业 利青业 在检验严宽恒这位立法委员的 补选参选人之前 谁都没有想到 严青标严宽恒严利敏这一家 是如此的肆意妄为 如此的是法际于无误 而且他们对于媒体的攻击 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耐的地步 今天我要用收拾垃圾 垃圾如果不收拾 人类最后就会被淹没这句话 这是非常有名的韩剧 黑道律师文森卓里面的最后一句台词 来对严青标跟严宽恒父子 进行垃圾大收拾 我要请NCC的所有的委员 你仔细的来看我们这一集 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来出发 因为这个垃圾家族 他们最后用金钱的方式 来刊登广告影片 针对我们的正当的媒体的评论 不做任何的辩解 做所有的一个栽赃抹黑的反抹黑反栽赃 而其中他们欺人太深 他们用了我的照片 他们还用了我的声音 这样的做法 这样用金钱去买各频道 这样用金钱去放他的广告 来污蔑一个新闻工作者 一个节目主持人 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NCC收到了一些检举的信函 而且针对我个人 这个是政治操作 今天我要跟NCC的委员说 针对他的广告影片 这样的一个羞辱我个人的做法 我要花一段时间 把这一个月到10月24号开始 一直到昨天为止 我们对于严清彪 严宽恒 严利敏家族在台中 甚至于从台中到别的地方 所做的被爆料 被检举的涉嫌不法 深属于人民的事宜 要一张一张的文件 跟他重要的证据拿出来 这是我的陈述 这也是我的控诉 更严重的是 他拿我的声音 消遣我 拿我的声音羞辱我 他对于北辰将军 跟周宇寇的攻击 充满了特别的针对 这个针对有省级的意识 这个针对有特别的歧视 等一下我们节目 就要好好的来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 今天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就是资深媒体人 陈东郝 各位好 大家好 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 周友红 扣姐好 大家好 接下来是资深媒体人 于美美 扣姐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介绍的是 他才是一个被这个攻击 结果不会被毁灭的人 他叫做于美神将军 扣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政治评论家 温朗东 扣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国民党的代表 也是前高雄市新闻局的局长 郑昭新 大家好 好 各位观众 首先我要请你看这一则影片 这则影片 其实它第一次播出的时候 我曾经觉得很奇怪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在这则影片里面 他们用了三次我的声音 而这三次用我的声音 是因为我是电台电视新闻工作者当中 被认为声音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位主持人 而我的习惯 各位也知道 有嗯恒这样的声音 他们把言宽恒批判 所谓在台湾很多的政论节目 社群媒体 对他 他一厢情愿说 栽账抹黑 这样的一个控诉 言宽恒的声音的同时 他把我的声音作为特效 他是影射暗示 那个抹黑栽账 他的十万笔 的这些言论 都是我一个人发动的吗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拿出证据 告诉 严宽恒跟 严清彪跟严利敏 一家人 你们欺负人惯了 你们霸凌台中当地的 这个民众习惯了 你们拿国家机器 国家资源 视为无物 拿法治 践踏脚地 已经有26年到30年的时间 你们甚至于绑架大甲 镇蓝宫 甚至于把 妈祖当成自己的家庙 自己的门神 是 如入无人之地 几乎就像一个 在地的恶霸一样 没有人敢 对你们提出任何的意义 已经习惯了吗 从第一天开始 就拿我周遇寇作为对象 严清彪是怎么样讲我的 接下来 严宽恒欺负我个人 欺负到电视的 影片的广告上 各位看 那个影片 他们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再来 一一地告诉各位 在所有的讨论当中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有文件 都有证据 都有爆料者 都有后续的 各种不同的追踪 这个影片 我个人看了 觉得很不可思议 它背后不光明磊落 它的邪恶 以及它的阴暗 简直是 严氏家族支持 宽恒从政资金 三千两百多天 有犯罪 违法 早应该被传唤 问讯 判刑 没有选举的时候 宽恒是好的 选举的时候 变成他们口中的恶人 短短六十天 新闻报道 网络留言 通讯软体 总共十万多笔的造谣 分母会 但我不害怕 为了捍卫 相信的权利 即便万箭穿心 宽恒也在所不惜 心中有理想 就不怕被吹破 身边有你们 就不怕被打败 这一次 我们相互扶持 携手并进 各位观众 其实在我要成述之前 我是感慨完全的 我是一个外省第二代 我的父亲 是国民小学的教导主任 我在基隆的 眷村旁边的老师宿舍长大 我们家没有横产 我的父亲母亲过世的时候 没有给我任何一毛钱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 非常幸运地 进入了媒体工作 在我的媒体工作当中 都有贵人相助 每一个工作 都有我的老板 跟我的长官给我提息 我在中广公司做记者 有过去的董事长黎世芬 我在天下杂志进行创刊号的写作 各位 天下杂志的第一期的创刊号的 封面故事 是我写的 到现在还被认为 是一个经典的 媒体的封面故事的作品 我后来被挖角到联合报做记者 我在联合报王蒂武董事长的支持之下 领过一万美金的奖金 我有独家 我也有非常专业的认证 之后 我离开报纸 到香港进行香港联合报的创报 接下来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要开始了 因此我回到台湾 参与的电台是赵少康先生 所开辟的飞碟电台 我所主持的飞碟早餐 让电台的政论节目 微微风潮直到今天 后来我也主持了电视节目 我开设了网络的媒体 我成为独立的媒体人 我无愧于天 也无愧于地 我从来不接受任何政党 他们对于我个人在媒体上的影响 我对于正义的事情 从来不畏惧 我写过李登辉的一千天这本书 它是畅销书 对一位本土总统 提出相当程度的肯定支持 受到我蓝银家族的排斥 之后 我就被批判成为 是一个被骨的外省第二代 然后我对陈水扁总统有评论 绿营的人 又说我是蓝银的 DNA不值得信赖 接下来马英九欺骗我们 不同不独不武 马英九2008年当选之后 我曾经当面问过他 你到底知不支持统一 他说他不支持 可是2015年的时候 在马席会上 记者会上 各位有看到吧 我在现场问马英九 你到底有没有讲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 他不敢回答我的问题 他不敢叫我站起来提问 而当天在现场 我被台湾的 被国台办摸头的台湾的记者 形容为是闹场 但是当天只有我一个人揭开了 马英九的国王的新衣 他在马席会上背叛中华民国 他在马席会上投降 之后呢 2016年 蔡英文总统当选了中华民国 台湾的总统 2020年 蔡英文总统连任 在这一连串的重大的新闻的事件发展当中 我是站在第一线上的 我访问过菲律宾的女性总统克拉荣 我访问过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 我访问过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 我也访问过很多国际人士 但是 我的新闻工作当中 最令我觉得不堪 最令我觉得恶心 最令我觉得 台湾正面临黑暗跟光明之战的 是这一次严清彪严宽恒父子 他们被我们所揭发的种种事实 从第一天 我们的节目 就对大甲郑兰公的妈祖被绑架这件事情 提出质疑 当我提出质疑之后 严清彪在10月29号召开记者会 他把郑兰公的董事找出来 一字排开为他背书 当时他说 我们对于大甲郑兰公 22年董事长不换人 严清彪有如神棍的说法 他说叫做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那个时候的严清彪 试图用镇兰公董事长的位置 号召台湾所有的公庙 替他做 他的背后的支持的力量 而且他也向周玉寇 发出了威胁的声音 在那之后 很多人问我 寇姐 你还敢批评严家吗 我说我在2006年的时候 就被严清彪告过 而且最后这个官司 我是一审二审都胜诉 因为严清彪家族 在我的非常长年的媒体工作经验当中 所观察到的 就是黑金地方势力 兄弟家公庙家政治 然后图谋家族跟个人利益 接下来在11月9号 严清彪跟严宽恒父子 他们绑架了国民党人 国民党的卢秀燕 我基隆的同样的同乡的 清文界出身的主播 他站在严宽恒旁边 无法面对各界 对于这个画面的质疑 只敢畏畏缩缩 而且非常的心虚的 公开讲 我们都看着他长大 那一天是卢秀燕人生当中的污点 那一天也是朱立伦等人 他们自己坠向 国民党的政治深渊的开始 各位记得吧 当天严清彪坐在一个 观光项的前面 他的儿子弃他而去 国民党其他人离开之后 他开了一场非常威武 非常的霸气的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里面说 不畏战不惧战 接受挑战 然后他直接的批判我 说我相差的不振 他还说另外一个主持人 去求他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 有没有求他了 但是我没有 可是当天记者问他 你讲的是不是周玉寇 他说你自己去想 当天晚上很多人跟我说 寇姐你的生命有安全的威胁 你要不要穿防弹衣 从那一天开始 我告诉我自己 跟我的工作的同仁 面对这样的力量 你唯有比他还强势 你唯有比他还勇敢 你唯有光明正大 揭发他的邪恶黑魔 你才能够战胜 台湾的民主 被吞没的可能性 因此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的事 就在言清彪两度欺负我 指明我 甚至于还让他的 狭下的他们周边的媒体 跟网络的节目里面 拿着我到郑兰宫去参拜 而且呢 我跟王金平谈话的镜头 说我去求饶 他们第一时间就造了谣 说了谎 说我去要求他撤告 而且他也撤告 但是事实不是如此 我说过很多次了 事实上是 他们的这个官司呢 最后是言清彪两次 被败诉定验 这个是网络上目前 还有的宣判书 台湾高等法院96年度 上议字第273号 刑事判决 民国96年6月8号 这个上诉人 是这个因为被告 他们在保护隐私的方式的情况之下 是没有名字的 这就是言清彪 他的周边的这些 所谓的后腕门 楼罗门 在媒体上散布 我求饶他撤告的新闻 最后的证据 就是他败诉 而且彻底败诉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对我 紧追不放 他的爸爸 言清彪 是非常的没有大哥风范 针对一个女性 进行攻击 还拍桌子说 接受挑战也就罢了 他的儿子 那个叫做言宽恒的 居然第一次的时候 记得吗 他还说我是跟林静怡选 还是跟周玉寇选 之后他说周玉寇带坏了温朗东 之后他又说 选林静怡就是选周玉寇 没多久就在上上个礼拜 他又说林静怡 学周玉寇人身攻击 我周玉寇是候选人吗 言宽恒 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人的无耻 也是有一定的 他的天花板的 当你的影片播出 所谓造谣抹黑 跟栽赃十余万笔的时候 你居然用了我的声音 你用了我的照片 既没有经过我的照片 肖像权的使用的同意 我的声音跟照片 你重置来作为影片 花大钱登广告 在各个不同的新闻频道上播出 你是犯法的 我今天要先报备NCC的主委 接下来这一段是我的平衡 因为言宽恒 他的竞选的影片 花了非常多的钱 在全台湾的电视台 跟广播电台 以及网路上播出了 他播出的秒数 播出的时间 必须用我用这一段时间 来做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明 我对天发誓 对白沙屯妈祖发誓 因为大甲镇兰宫的妈祖 已经被绑架 而且二妈据说 还被言清彪给搬回了 她的儿子的竞选总部 作为自己这一次竞选的 个人的家庭门神 我发誓 从10月24号开始 我们对言清彪言宽恒 到最近言利敏的 所有的检视 全部都有真实的证据 爆料文件 全部都有所凭据 言宽恒你所说的 造谣抹黑 以及栽赃 全部都是谎言 言宽恒先生 你从你的头发 到你的脚趾 只有一个字 叫做说谎 现在我跟大家说明 第一天 我们节目里面所说的 是这个主题 叫做霸占郑南宫 22年 这个财报 42年没有变过 言清彪写剧本绑架 郑明昆 这件事情 有千真万确 后来郑南宫也公布了 他们的财报 42年的数字 完全一模一样 之后 他们有一个 A4指的 一个财务报告 各界仍然问号连连 郑明昆被绑架 之后 大家也有讨论 当时的联合报 跟中国时报 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质疑 就是 这个是一个自导自演吗 因此 我们对于这个往事的质疑 是 确有其事 接下来 我们所进行的节目当中 不管是我个人的脸书 或是我的电视节目 蜡新闻152 或者是 各位 所看到的 听到的电台 或是电台的网络直播 这个是 他 第一次 被我揭露的新闻 就是他欠债六千万不还 而这六千万 有法律的 法院的判决 法院执行处 曾经执行 只执行到了 严清标的 立法委员的薪水 而 当时 我们已经 展示给大家看的 是 法院的判决书 他的 债主 陈闷森先生 也曾经 公开说明过 但是 严清标 他 也说谎 他11月9号 记者会上 还说 欠债之说 是 只须乌有 这是我们 第二次 质疑他 接下来 这个 也是我 独家在 脸书 跟 《拉新闻一无二》 节目当中 爆料的 就是 他们的法拍屋 他的 严清标 爸爸 延清标 延清标的兄弟 所持有的 套挺储 因为 有贷款 没有还 银行呢 就要把它 法拍 法拍呢 第一拍 第二拍 到第三拍 我们所公布的 银行的 这个文件上 是第三拍的时候 有一句话 叫做 建物查封时 在 五人的助理 在场表示 目前为第三人 严利敏 跟严宽恒 服务处 占有使用中 且建物 跟 什么有打通 因 一买人 请自行查证 拍定后 不点交 这是 法院执行处的 公文书 接下来呢 各界开始响应 很多人 开始出现在 政论节目当中 来说明 他们所受到的 遭遇 换句话讲 从这个时候开始 全台湾 有良心的 媒体的 节目 跟有正义感的 新闻工作者 都开始发现 严家人的事情 必须 好好的来解释 这个 是蔡宗南先生 委托 李顺良校长 公开说明 他委托 跟严家 有关的人士 帮忙处理 最后呢 就 到了 那个人的手上 这是 蔡宗南先生 他 请 李顺良先生 公开在 电视 政论节目上 所说的 有蔡宗南先生的 声明 也有 李顺良先生的 说法 接下来呢 这个 也是 当事人 委托 李顺良先生 所说的 颜青通 颜青标的 弟弟 乔帝 便夺地 六千万债权 没有申报 结果 颜宽恒 说他是 阿猫 阿狗 说他的是 鬼故事 这是李顺良先生呢 他所拥有的 相关的资料 所说的 继续呢 当然 遍地开花 对于 颜宽恒 的 检视当中 出现了 台中的 游艺场 他是地主 他租给了 开游艺场的 相关的人士 各位 这些新闻 后来 都不是 我第一个爆料 这个游艺场 是在很多人 比对资料之后 而且当地人 明明都晓得 游艺场 是颜家来主持的 可是他们 过去都不敢讲 经过了 这大概 一个多月以来 对于颜清彪 颜宽恒家族的 审视之后 大家跳出来了 提供资料 给政论节目 结果发觉呢 台中的游艺场里面呢 相关的人士 这个包括了 什么 林俊成啊 和敏南啊 黄永达啊 刘嘉欣等人 主持了 太阳电子游艺场 还有这个 阿拉丁的 Pachinko 一番小钢珠 游戏男孩等等 这个 坐实了 眼眶横 他拥有 游艺场 但是他不承认 他说 他只是地主 租给人家 其他这些人 跟他 为什么有这些关系呢 他也说不明白 拒绝说明 继续 我要说明的是 菲林 女佣 亲生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在脸书上 第一个提出的 但是这则新闻 是一位了解当时事件的一位人士 他传给我的 私下给我的讯息 结果我去找来 来把它公布之后 言宽横 吓得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四分半钟 他自己不打自招 讲了奸杀两个字 但是那不是我说的 所以言宽横 习惯于 说谎 把他自己 的话 栽张到别人的嘴巴里 就像他用我的 嗯横的声音 跟他的声音配在一起 跟他所谓的 造谣 栽张 抹黑 把他重叠在一起 那种 恶执的做法 跟他这一天的记者会 暗示说 我讲了奸杀 这两个字 几乎是同一个手法 在这一天 他说 菲律宾女佣 爱丽女士 死于 六个刀伤 三身 三浅 还有 厌尸 还有 地方法院的 结案报告 还有遗书 遗书上 爱丽女士说 我在台湾迷失了 那个记者会之后 我们一直呼吁他 来我们节目 接受访问 甚至于召开记者会 我可以到现场去 我想知道 遗书在哪里 验尸报告在哪里 地方法院的判决 他这个 结案的判决书在哪里 到现在 严宽恒没有坑一个字 严宽恒先生自己 不回应 然后还涉及 我怀疑他策动人家 写检举信到NCC去 做一些政治上的攻击 做一些捏造式的检举信函 这件事情 菲律宾女傭案到目前为止 台中地检署 清水分局 跟相关单位没有回答 只有外交部说 罗穆斯总统宣布要调查 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外交部的经验里面 没有出现 接下来 更精彩的是 林传媒 他们做了一个 105号码头的事 105号码头 确实是我第一个 在脸书上所写的 但是各位 爆料这件事情的人 是 陈世凯 他在 台湾最前线节目里面 当天晚上 我看到陈世凯 在台湾最前线节目 讲到105号码头的时候 我去找了资料 继续问了陈世凯 第二天 我在脸书上写了 105号码头 他们严加 拿下了 当时还不知道 严宽恒有直询的这一段 有宫廷会的这一段 有威胁台湾港务公司 台中分公司这一段 记得吗 我的脸书公布之后 第二天 严宽恒霸气十足 自以为是 派出他的发言人张宇轩 尿尿小童 发表了五点声明 记不记得 之后 这位张宇轩 还 炮打蔡其昌 还算错了蔡其昌 所拥有的 股数 说人家蔡其昌 是另外一家 包下码头的 一家公司的 重要的股东 结果 灰头土脸 这件事情 严宽恒有说明吗 有道歉吗 105号码头的结果 掀起了林传媒 一家新兴网络媒体的 调查报道 我们才发现 严宽恒曾经在 立法院2016年的 3月就开始质询 他质询的时候 跟台湾港务公司的 台中分公司的 董事长张志青说 你可能是犯法的 他讲话是很低沉的 因为他这个人 没有信心啊 他的质询看起来 是唯唯诺诺的 他的质询的稿子 是写好的 但是威力很大呀 因为后来 他开了公听会 后来他冻结了 台湾港务公司的预算 删除了台湾港务公司的预算 他还开了协调会 他还把港务公司的官员 叫到办公室里面谈话 结果就是2021年 他们家族标下了105号码头 因为呢 这个105号码头的 其中的一个投资的公司 昆宏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颜宽恒的弟弟 颜宏泉 事情还没有结束哦 这个颜宏泉 出现之后 大家发现 原来大妈二妈一家亲 颜亲彪跟他的儿子们 拥有了太多的资产 接下来呢 我们发现 没完没了耶 清泉岗产业园区 这家公司的董事 叫做颜嘉宜 另外一个弟弟 颜亲彪的 二房的最小的儿子 清泉岗产业园区 所涉及的在场的鱼 北城将军说过国安呢 他离清泉岗的空军基地很近 温朗东先生也在我们节目里面讲过 那个地方还有水源的问题 结果台中市政府 八个月内三次还评通过 这个案子谁揭发的 陈娇华立法委员 而最近他还去控告台中市政府 是伪造还评报告 继续让各界非常意外的是 他们颜嘉的事情像地雷一样 接下来就是 林楚英委员所公布的 817招待所镇上乐园 这个的线索的来源 是颜亲彪曾经在 这一家招待所的前面 招待过王金平 而我们的新闻台当中 还有这一段影片 林楚英非常用心的 去调出了资料 发现他是一个大围剑 这个大围剑最后引发的是 严寬恒 谎言一样的去开怪手 去做拆除秀 这个拆除秀 又引发了台中市政府 都发局 京发局 跟相关单位 对于严家的护航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发现了 卢秀燕市长 根本就是 颜亲彪的秘书 卢晓晓 接下来呢 更令人吃惊的是 大家又发现了 另外一个围剑 这个围剑呢 是卓冠廷所揭发的 卓冠廷所揭发的 这个围剑 是杀戮在地的 陈其勋先生 他提示卓冠廷的 这个杀龙庄园 到现在他占据的国有的车用道路 今年早上还被林楚英委员揭发 其中一块保护地 是放在颜人贤的名下 而这个庄园当中的车道 跟这个大门警卫室 国有财产署 是可以把占用的人 叫做陈丽玲的移送法办的 可是严家仍然在顽抗 这个时候的严宽衡 仍然说 他们是被污蔑的 被造谣的 没有一件事情 他公开澄清过 没有一件事情 他承认 他违法过 他对于 所有的文件 所揭示出来的真相 都视而不见 此外 更令各界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愤怒的是 他们占据国有地的问题 八一七招待所 占据了国有公园地 国产署 在立法委员的催逼之下 终于对于八一七招待所的 国有公园地的使用 在场会看 看到没 严人贤出现 而且把严人贤 移送法办 叫他们要拆除 严人贤推托时间 在本周啊 他说要14天之内会拆除 国产署 你移送了严人贤 没有呢 这个是八一七招待所的 国有地的侵占 接下来呢 沙龙庄园呢 沙龙庄园 严宽衡 他的妈妈 跟严宽衡本人 跟严宽衡的太太 无视于国家的法纪 他们给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暗中下令不准会刊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台中市政府不配合国产署前往现场 国产署去的时候 他们不开大门 一般平民老百姓 谁敢这样 一般的台湾的民众 谁能有这样的霸道的行径呢 还没有结束耶 各位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 最近引发各界 所这个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正英战 原来是通往严家的 一条蓝色捷运 新开出来的一个战体 这个战体它可以带来的是 严利敏 严仁贤 他们兄妹两个人 所拥有的房产的豪宅的涨价 以及陆泽开发 严宽衡担任负责人的 这家公司的所有的相关的开发案 这个时候 台中的民意是爆炸了 因为正英战 他效率是不如平顶战来的有益的 而平顶战在龙井 因此这几天 龙井的附近的居民 大家认为你 严利敏 也是用职权徒利家族 严利敏接受我们的电话的邀请 他拒绝被我们访问 他不来到我们节目也就罢了 他说视讯他也没有时间 他叫我们去看宫廷会 记得吗 严宽衡的105号码头 变成自家的 这个所谓的 没的非专业用的一个 私人码头的一个装卸业务取得招标案的过程里面 也有宫廷会员 今天很多人仍然在讨论 这个蓝线居然为了严加要增加三四百亿的国家的公帑 光是这个占体就要增加三十三亿 这是严加的作为 到昨天 黄昏市场 这个三角顶黄昏市场 原来也是严宽横做地主 严宽横做地主 然后呢 里面消防安检有疑虑 因此我们 证告 警告台中市政府 这个三角顶的黄昏市场 生命安全有疑虑的地方 你们应该帮助这些摊商撤离 拆除违建之外 还要帮助摊商跟他们签约的严宽横 这位起造人跟相关的承造人 要拿回签约金 昨天严宽横是怎么样表演的 他居然还说 这都是小市民要维持生计 各位 刚才我的所有的陈述 就是我的 隐宽的声音当中 所穿插出来的 所有重大议题的报道 这些所有的重大议题 拿到天 拿到地 拿到台中的海线 拿到台中市政府 拿到台北地方法院 拿到NCC 拿到台湾高等法院 我们都理直气壮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严宽横用的那种 龌龊的手段 我不屑做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在公开的场合 我要呼吁我们所有台湾的观众 这一场战争已经不是台中的立法委员的补选 这是一次邪恶家族 他们居然在中间还搞个人的攻击 跟这个污蔑之外 他们还特别针对周宇寇 针对宇北辰 进行恶意 恶意的人格羞辱 为什么呢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我是外省第二代 他要诉求蓝英的选民 说我们爱台湾是被骨 他要诉求蓝英的选民 仇恨在台湾长大的 外省第二代的周宇寇 爱台湾是错的 他要诉求的 是 纯朴的台湾人 相信他的谎言 于北辰没有灵魂 这个候选人 所代表的 以及不是一个单一的候选人 他所代表的是 闫钦标从 蒲子里里长开始 混击政坛 拿下大甲 镇蓝宫之后的 谎言黑色 跟各种恶势力的结合之下的 一个台湾民主政治下的毒瘤 如果这个毒瘤继续 让他留在那里 就像 这部连续剧 黑道律师文森佐 最后一句话所说的 垃圾不收拾干净 人类的文明就会吞没 台湾的台中的二选区的垃圾 如果不清楚的话 我们的民主 就会被吞没 我们的民主 就变成垃圾 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 跟我现场来宾的 六位媒体工作者 接受我的这段时间 做这么清楚的说明 不是我喜欢 用情绪表达 而是这几天 于北辰将军 应该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一个在外省 蓝营家庭长大的 一个媒体工作者也好 一个政治新闻的热爱者也好 或者是一个 退伍的将军也好 你会在你的人生的 生长的背景当中 面临非常多的挣扎 你的同温层的家族驱逐你 你所信仰的台湾 信仰的本土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被怀疑的 你的忠诚度有的时候 被台湾派的人发现 认为你不是自己人 这就是严宽恒的操作 于将军 我必须跟你说的是 你接下来的万箭穿心 恐怕比我还严重 因为你是退役的烧将 你被他骂没有灵魂 他何德何能 你年宽恒 你读了几天书 你四十几岁 你一辈子所做的事情 就是黑道流氓的孩子 就是小流氓小黑道 你凭什么对周玉寇 这个正大光明 二十几岁就进入新闻界 对台湾的民主 写过畅销书 拿过奖金 访问过全世界的 重要政治人物 还对马英九的出卖台湾 公开的斥责过的周玉寇 你凭什么指指点点 你哪颗冲哪颗算呢 于北神将军在 这个96年的导弹危机的时候 在守护台湾的时候 你严宽恒在哪里啊 你是不是在金钱报 吃花酒啊 我真是忍不住生气耶 其实寇姐讲的很对 我们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说 要跟自己的敌人 对手对抗一点都不难 但是呢 如果你要跟自己 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甚至是从念军校 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朋友翻脸 这要很大的勇气 那其实 我刚开始要这样做 我考虑了很久 第一个就跟寇姐讲的 我的家人会不会支持我 因为我的家人也是外省人啊 我的家人 我的太太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外省人 那当然我表达之后 她说 我们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没有理由不爱台湾 支持我这样做 那当然即将面临了第二波的攻击 同学的攻击 我们从念国中毕业进入军校开始 很多的同学 其实我大多数的同学 我敢在这边跟大家说 我绝大多数的军校同学是支持我的 他是支持我的 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他觉得国民党真的需要改革 甚至有人跟我说 你早该离开国民党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 比较愿意在网络上留言的 比较愿意想要从军校的同学群组里面 拿到利益的 他认为他是一个小群组 30人50人的leader 他可以在里面放风向 在里面污蔑我 甚至有人大剌剌的 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写说 于北城只是侥幸生了将军 还不知道感谢国民党的栽培 对因为你没生到 我就直接这样讲 我们都是官校毕业的同学 我生了将军 你没生到 你酸 所以你这样写我 其实同学都知道 你写出来之后 你就不断的寄给大家 大家是同学的情意帮你按了一个赞 因为如果不按赞 你会打电话去 你看到没有 怎么没有按我赞 就是这种人 你在哪里工作我们不知道吗 你退伍了以后跟那些 往对岸跑的老退将 在他的工作里面工作 你为了要获得自己的利益 你在绑架全企的同学 你在绑架我们曾经一起爱国家 为了台湾奋斗到今天的同学 然后我为了要保持这个情谊 不要跟同学撕破脸 我当过同学会的会长 我也当过国民党 桃园党部的黄富卿主委 我从来不在我的群组里面 留政治话语 我从来不会说 同学该回党了吧 那时候我们都有压力 党中要给我们压力 每个月谁要有 多少个党员的吸收 或者是回党的吸收 我都没有这样做 我说过我不在同学的群组里面 玩政治 因为同学的群组就是 谈旧术 术就谈情谊 大家话家常 可是这些同学 这些有心者 因为你们都已经退伍了 你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 你们哀天怨地 认为国家对不起你 认为社会对不起你 然后你就在群组里面 认为打于北城 修理于北城 你就会获得掌声 为什么 因为认识我的人多 你就说 因为我同学 我没这个同学 那你要讲讲看 请问你哪位 请问你是哪位 所以我要讲出这段 其实我心中是在流泪的 曾经一起 在念军校的同学 曾经一起在外岛 守护台湾的这些好朋友 绝大多数的人支持我 就是少数这么几个 我就讲 这是人渣 带风向 你把所有退伍军人的荣誉 都带偏了 所有退伍军人的荣誉 是捍卫国家 保卫中华民国的 你偏偏要把他认为说 我这种反共兰 我这种反共兰 是背骨兰 那你是什么兰 你是什么兰 你从来没有回国民党 当时我在当主委的时候 叫你回国民党 你跟我说 我不玩政治 现在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出来骂我 这不止一个人 非常多 可是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简讯 上千则的私讯给我 这些人都还穿着军服 还在军中当兵 还在军中当兵 有将军 有校级军官 有士官 有更多的阿兵哥 他们都是志愿意的军士官 还有阿兵哥 传简讯给我 他说 长官 这才是我认识的余长官 你以前讲的话 我们觉得尊敬你在军中 对我们非常的照顾 可是你退伍以后 你讲的话 我不认同 真正的爱国心 才被揭发 才体认 所以我说 很多人说 你以前说 你赞成中国统一 对 我赞成中国统一 在自由民主均富 你怎么把这段剪掉了呢 那是谁剪的 各位知道吗 那是国台办剪的 那是对面国台办剪的 丢回来 在这些群组里面广传 然后还被了民进党 某个被罢免掉的议员 在那边传 全民进党 只有一个人骂我 就是王浩宇 我本来不想提他案子 我真的本来不想提 因为我知道他想蹭我的声量 他现在高雄好像有另外要另谋高就 他骂我 他说你们不要被于北城骗了 他曾经是赞成统一的 他曾经是赞成中国统一 扣姐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不赞成统一吗 我们那个年代不赞成统一就被抓起来 我们小时候要写那个国情要插在南京 要插在南京 然后做文才能过关 要统一中国解救大陆苦难同胞 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必须要这样 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 你年纪太小你不清楚 你的生活太富足 你生出来就有劫狱 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我们是 他生出来就有民主了 就有民主 是我们这些人被委屈被打压的结果 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民主 这些的案子历历在目活活鲜鲜都有证据 在场还有国民党的代表 如果颜宽恒这一次当选了立委 颜立民继续在今年底当上议员 又做了副议长 或者是跟红派交换做议长 接下来颜家在台中就变成权势无敌 那台湾就由颜家发展成为花莲 也有一个家族 云林也有一个家族 那么台湾就完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收拾垃圾大吉 请各位锁定 明是台湾台 那新闻一无二 我曾经在我们家眷村 有四个字叫反共抗恶 因为那个二旁边的人字旁脱落了 那时候我才几岁 六岁 我就念反共抗我不得了 我被约谈 真的还假的 真的 真的 我被约谈 六岁 我六岁 还没上国小 反共抗我 对 因为我在学字嘛 就一格格之年反共抗我 旁边就有人听到了 就反应 那个李干事就来我家找我 说你的孩子讲了大逆不道的事 怎么可以抗我自己呢 后来我就带他去 他就这样写的 后来一看 你六岁 六岁 那个人字旁掉下来 那个人字旁掉下来 叫反共抗俄 我们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 我们是在那个年代活过来的 所以享有民主的人 你不知道当年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你说 哎 你不要被于北辰骗 他是大一统的这个推启人 他曾经接受哪些反应 说我赞成中国统一 对 自由 民主 还有人权 我就讲这点 这被国台办剪掉了 你们知道吗 然后丢回来 在群组里面传说 这是统派 故意装成独派 我不是独派 我是坚守中华民国 台鹏金马 我是中华民国派 所以你把我贴成华毒 所以一票人现在骂我 对不对 说我是男版的寇寇姐 他说 我说奇怪 这是 这应该对你的侮辱 不是 我却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子 十数年来这样子 搞一个人 真的是令人很生气 他们停不了 你的血统 就变成被他们追杀的 唯一的理由 然后严宽航 还搞这一套 你严宽航 我刚才在补 你严宽航今天可以捏造影片 捏造一个广告 自己的竞选的这个影片 可以捏造成这样 是谁来的 我是在戒严之前 就投入这个媒体工作的 是靠我们大家 努力拼搏来的 才可以让你今天 在那里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他对付我这种人 他要怎么做 他希望把我所有 军系的社团朋友 全部跟我切断 就让我没朋友了 他打算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很单纯的认为 退伍军人的朋友 只有退伍军人 你是没有办法 跟别人交朋友 所以你没有灵魂 对 所以你没有了朋友 你就没有灵魂 其实这次 我说句实话 所有的退伍军人 荣民袍则 我正在做一件 跟你们以前看到 不一样退伍军人的事 退伍军人下来 只要你有信念 只要你有理想 你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说 退伍军人 你除了退休奉之外 一无所处 你除了做什么 我这完全没有 轻蔑任何职业 他们讲的 说三保工作 退伍军人 只能做保全保险跟保塔 我说这都是污蔑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 有太多的才能 博士的大有人在 当老师的大有人在 对不对 我是军系毕业 我不是政战毕业 我是军系的 军事干部 第一个到政战 政论节目来当评论员 我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不表示是最后一个 大家只要你有理想 你有勇气 你一样可以坐在这里 所以 你们不要酸我 你想来 你就来啊 你就来啊 你就来说啊 对不对 他说我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你来胡说八道一下 你来看看 你可不可以胡说八道 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本的 所以他说我没有灵魂 我说不会啊 我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本的 都是律师 都是建筑师提供出来的 所以前段时间还有人另外传了一个方式说 他说 于北辰 你要离开国民党 好走不送 可是你为什么去挺林静怡 这是绝大多数人质疑我的地方 他们还为了这件事情 号召广大网友来退我的YouTube订阅 你知道 退了五千个 退了五千个 后来现在又回了五千个 三天又回来了 因为正义终将要被彰显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告诉大家之前很多包含了有某个议员 酸我说哎呀被恐吓就要退党 我好怕哦 主席秒按赞 昨天我在友台的节目 好好地表扬了他一下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 你讲叶元智 对我好好地表扬了他一下 他明天来我们节目 我好好地来修理他一下 苏姐你想想看 我是真的受到死亡 我第一个打电话跟你讲 我是受到 而且我去警察局报案 他是第一个跟我说的 而且我立刻跟内政部长说 对对 所以我马上就去报案 我真的有报案 然后他说他收到一罐茶叶 如何 我说茶叶就是 茶叶就是恐吓吗 他是在消遣你 消遣我 他说我好怕哦 可是我没有要退党 所以主席秒按赞 来给他做家 朱立伦按赞 对那我就说 朱立伦就是表示就是什么 你也是跟着在消遣我 所以这个党 我说含心 心寒 所以很多后期刚才问我说 你不会回去挺寒的吧 我说对 我挺寒心的 还有人跟我说 这个于北辰将军是寒粉 你要小心一点 我为什么会比较激动 是因为每当他这个 其实从我 我写李登辉一千年的时候 我们家的年轻的团队的成员 都还没出身呢 我是在1991年左右 写的那本书 那本书都已经31年了 31年前写那本书 31年前写那本书 难得把我驱逐出境 联合报 我只好辞职 因为我在联合报 待不下去啊 我在联合报 李登辉的一千天 这本书是畅销书啊 可是我到联合报去上班 你知道吗 是万简穿心啊 到处都是那个 想要把你吃掉的眼睛 我为什么要辞掉联合报 可能东豪还没听过我讲呢 因为有一天呢 我的位置是坐在一个 其实当时我的薪水 就已经是6万块以上 是联合报的副总编辑以上 我们的王提武董事长跟我说 你只要待在这里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乖乖待在这里 我还是会提拔你 你将来做总编辑 一定必然的嘛 叫我忍耐一下嘛 说我不够谦虚啊 那我只好坐着呢 做完呢 结果呢 你的未一千天爆发出来之后 新闻戒潮很大 然后我去上班四楼 有一天呢 我看到 我看到那个某一位姓徐的 我的同事 徐什么兵 他呢 他拿着一个拖鞋 他拿着鞋子 去追打一只蟑螂 然后他就说 打死你李登辉 打死你李登辉 在我的眼前 你觉得这个报纸还可以做下去吗 我离开联合报没有拿一毛钱 以前的台湾不像现在 现在的劳委会主委 以前的城局 帮大家定了一个制度 叫做劳退攜带制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在报馆里面 每个月扣下来的 劳工的权益福利金什么 走了就滚蛋 没有一毛钱 也没有任何什么资钱费 福利的给你的这种分配 完全就孤零零的就离开了 我在联合报做过采访主任 有过那个司机坐车 然后呢 离开联合报的第二天 我打电话给一个机关 他们问我你哪里 我当时觉得我没有穿衣服 我当时觉得我在台风当中 没有一把雨伞 我这个样子从媒体界开始 自己做独立的媒体人 开始到今天站在这里的 所以我告诉你 严清彪严宽恒 你们26年30年来 努力的贪婪为自己家族 个人牟利的时候 我周宇寇努力的做一个 勇敢的有魄力的 揭发真相的有正义感的 甚至于被莫名其妙告到法院 我都不屈服的一个媒体人 我今天讲这么多是感慨万千 感慨的是 当正义要来临的时候的 那一股邪恶的力量 居然可以用金钱的方式 做影片来污蔑人 居然可以用颠倒是非的方式 这两个多月以来 我不知道东豪你怎么看 两个多月以来 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段诊断 严清彪严宽恒 特别是这个人 全部都用谎言 用颠倒的是非的方式来应对 你跟瑞德一开始 还对严清彪有好感 其实不管怎么讲 严清彪总是认识 因为那个影片 我看到我自己的头 好大一个 他有经过你同意吗 当然没有 可是这么讲 我没有那么正义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的时候 黑色黑白是白 进了社会以后 你会知道 你会发现有些灰色地带 所以对一个人的考验在哪 那个灰色地带有多宽 黑跟白之间是很好分辨的 但是灰色 灰色是最麻烦的部分 我自己在跑新闻 或者后来上电视评论人之后 我是不会告人的 因为我总觉得说 因为人家被我批评 也不是每一个人跟我都认识 批评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我对于当有人讲到我的时候 我都会保持尊重 可是对于袁宽恒这一次这个事情 我只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评论 不管是爆料或评论 完全不在收视率 尤其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要面对的 其实很简单 我如果真的讲错了 我是会被告的 对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要做回应的时候 你必须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但袁宽恒 跟袁宽恒他们两个 这一路走过来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不知道 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的房子 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弟弟们的那些事业 其实很多事情的批评 其实是很朴素的 很简单的 有时候回到一个 这个是不分蓝绿的问题 就是说 当一个立法委员 就是105号码通电的事情 那样子的执行 他违反的 并没有刑事责任的法律 公共职人员 执行 利益冲突 回避法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法律 好像只是一个摆设 做人最低的标准 就是没有被判罪吗 当然不是 因为你是要当一个立法委员 当然知道这个社会 会有各式各样的立法委员 那就有一件事情了 那中俄选区 会选出怎么样的一个立法委员 中俄选区不能选出 严宽恒继续当立委 我跟大家说 我们先插嘴 如果他当上立法委员会怎样 会怎样 你说我看到 105号码通 你说我看到事情 还会再来一次 没事了 对 然后国产署 摸摸鼻子回家 就地合法 然后这个大甲镇蓝宫 继续做22年 然后呢 这个捷运 郑英站交通部 一直询就过关 然后清泉钢 这个产业园区案 国防部一直询 也过关 刚好他可以去接 台中市政府就学习 国防外交委员会 台中市政府必须通过 然后其他的违建 台中市政府摸摸鼻子 然后呢 什么杀龙庄园 继续不给你闭门跟 这一次是把你赶出去 然后接下来呢 他的点点 大富翁的地还越来越多 这就是严宽恒 当选立法委员的结果吧 寇姐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严宽恒的 尤其所有的事情 发展到严宽恒自己在 杀戮那栋庄园别墅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 骆驼的最后跟稻草 就是 我很难想象说 使用指照跟建筑指照 这两个很普通的事情 到了严宽恒的身上 这一次都不是他弟弟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个东西都变参考的 然后他叫他自己的同学 先去占用国有地 占用完 再去要求国产署 现状 这个 这个标注 就地合法 他已经在玩弄法律 所以 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是说 我不管他是不是叫严宽恒 不管他是不是叫严宽恒 他可以叫任何一个名字 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 或者民众党 任何一个政党 如果你有一个立委候选人 是这样子在做事情 你抬得起头 难道 只是因为 贴上政党的标志 就真的要相互掩护成这个样子吗 至于讲到 因为康尔姐 开尾将军讲到 有一段 我也有这个感受 我会上电视 是因为陈水扁 因为陈水扁的犯法 我是因为扁案 开始上电视 我对于扁案 那件事情是 主动打电话 我那时候 我上的第一个节目 是保洁的节目 我是主动打电话 给他的制作人 因为他的制作人 以前是我在司法县人同时 我告诉他的制作人 说我手上有很多资料 我是为了扁案去上电视 当然以上就上到现在 那我要算蓝的还是绿的 其实我在 我那时候 我在中天的时候 我在上电视我就讲 我其实是跟民进党的朋友 比较多 但是你能不能接受 阿扁那样子搞 马英九 40岁的时候当法务部长 40还是40出头 我当然是马粉 我是当然的马英九粉 马英九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我一定支持他 因为他骗我们 骗不骗那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被他骗了吗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当时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2008年的马英九 代表台湾的一次政治实验 什么样的政治实验 就是你对中国 对于两岸 采取一个鸽派的做法 不同不独不武啊 对不对 还有这六个字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鸽派的做法 那是一个政治实验 那个实验如果成功 两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可是那个政治实验 2014年就告诉你 他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很多 我就不要再占用这个时间 但是今天国民党走的路 黑金 我只能讲说 你靠派系 而且台湾的派系 现在走到的是家族化 旧的派系 还有新陈代谢 可是今天派系政治变成什么 姓氏化 世袭化 你是姓张的就一路到底 对 你是姓严一路到底 过去的红黑派 是有新陈代谢 可是派系政治走到今天 是连新陈代谢都出问题 在最后的10月9号的投票日之前 我们的《蜡新闻一无二》的节目 我跟我们的团队 仍然要跟各位观众 跟所有的各界所关心的人士 来说明的是 我们的节目 从第一天起 就邀请严清彪 严宽恒 严利敏 以及他们相关的 甚至于连他们的发言人 张雨轩 白乔英 请他们到节目来 他们都非常清楚的拒绝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凭有据 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 在一个勇敢的 不为黑道权势的 媒体的文化之下 能够走向民主大道 但是我要请教朗东的是 你比较年轻 你是近几年才开始进入政论节目 如果 如果 严宽恒在1月9号当选 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严家 是什么样的欢欣鼓舞 所有他们家族 所布置的 这一切的案子 恐怕都可以 如入无人之地的完成他们的目标之外 台湾就要由黑道来掌控各个地区了 对 严宽恒如果当选的话 我们现在讲这些争议 对他们家来讲都是小差一叠 你会说说 哇 他这个沙龙大众院有多大 他这个105号码头是怎样 再过10年之后 他家派人出来选总统都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现在真正这些事情 很多都不是过去次而是现在进行事 105号码头他刚刚飙下来 每年大概5亿5亿左右 一直在跳钱 再包含是他电子游异场 从过去到现在持续发生 黄昏市场不过就是2015年的时候的事情而已 更包含的是说清泉钢这事情还没通过 如果通过的话 他造成的这个地幕变更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我们提到的是捷运阵阴站 现在讲到说捷运阵阵阵站 正旁边的这两块地 旁边都还是山区保护区 直接就是沿人弦的这个土地 已经比对出来了 这一连专事情说明的是什么 大家稍微发挥一点点想象力就知道的是说 沿家的传奇才刚开始了 他下一步就是什么 把红派也吸收嘛 再下一步就是什么 彰化 南投全部是他们家的 接下来的话他不只选一席立委 可以选到两席可以选到三席 甚至接下来成为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 整个政治势力 所以你会觉得这不是不可能啊 过去大家也没有想到说 严清彪他可以从地方上面 一个里长相长等级的 这样一路路路走上来 过了二十年发展到现在 到了再过十年之后 再过二十年之后 整个台湾会被 严家这种邪魔歪道所把持耶 为什么我说是邪魔歪道 刚刚前一个小时 寇姐她讲的话 其实让我也是蛮感动 因为我是亲眼看到说 寇姐从早上 那个一早就起来 准备广播节目 然后每一天下午的时候 认真准备政论节目的这些资料 去阅读这些新闻 对政治人物进行合理的监督 是每天这样做这件事情 严家需要做这些事情吗 不用啊 他坐在那边 跟市政府勾结 透过滥用他的公权力 钱就从天上掉下来 那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这就是一个正道跟邪道之间的一个差别 正道人士我们是按照规则去走的 我们做合理的这个事情 不会去逾越法律界限 也不会是只要去踩灰色的地带 邪道的人士就是像是 眼光肯他们一家一样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尽量去走 法律的灰色的一个界线 如果本来是不合法的 试图让他变得合法 用各种的这个权力 让他变得有利 我们投票去选政治人物 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为他自己的家族服务的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关于我们现在 所讲的每个都有评有趣 我今天还发现 在立法院公报 2018年的这个时候 5月31号 颜宽恒就去咨询王次长 国财就是现在交通部长 他那时候说什么呢 那时候又说希望是说要编列 这个很多的预算 去处理台中蓝线这边的 关于一些继承道路的一些征收 以前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就开始部署 对啊 那时候一时候说 我们看到 那时候看到这个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 我们现在把这些资讯 拼凑在一起 这又是类似105号码头的翻版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台中蓝线 因为现在很多继承道路是民间的地 可是政府没有钱 没有预算去收 所以他就是道路给大家 等于是免费使用 那当然你要帮继承道路去争取 这个是你的这个权利 很多的民众也希望说 自己家的继承道路 可以被政府征收 但重点是颜宽恒 为什么特别拿这件事情出来讲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说 对于蓝线这件事情 你现在说台中是要做蓝线 所以那些地上物要补偿 给未征收这些地主 是有一百多亿 剩下还是三兆 或是没有地域三兆之间怎么办 所有的地主还是冤大头 所有的地主里面 最大地主就是你们家 你所执询 你所针对的 你希望去做这些区断征收的 最大受益者就是你们 所以我们再回来去讲的是说 为什么会觉得严家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严重 我看到林静怡 我觉得我最感动的这件事情 反而是看到他医学院时期 那个学生证 为什么看起来很清纯 看起来很温柔 那很多蓝营人都喜欢批评林静怡说 哇他很凶啊 还干嘛 面对严家这种人 这种不公不义 面对台湾社会这些黑暗面 真的不像寇姐 不像林静怡 或是像我一样 不凶也不行啊 因为我们看不下去啊 说实在的 很多事情都可以找轻松的方法做了 看到陈伯伟被恶意罢免 我们大家也可以当作没这件事嘛 就是在这一支眼逼人就算了嘛 我们要监督员家也是可以说不用花那么多心思 认认真真的每天去研究他们资料 这全部都是公开资料呢 没有半点是利用什么烂权之类的去调 什么国家机器去调到的 这些公开资料拼凑出来他们家的这个事业版图 然后呢 我就因为这样 事实上的这个官司 他就告我105号码头啊 他就告我说什么他家欠债不还啊 这些有凭有据的事情 在合理的政治领域里面 都应该是他们家先说明 如果他说明得很清楚 我扭曲他 我编造事实 你要告我 你要判我行 那当然这事无所谓 那就是我的错 没有啊 我讲的都是事实啊 寇姐讲的都是事实啊 他记者会从来都不正面 针对这些事实做澄清 那不断地去对每个人做人格抹黑 就说你这个人太骗机啊 你这个人是针对他 完完全全都不针对事实在讲话 然后做一支影片 把大家的脸都放上去 然后直接的就是财大气出的 就投投射在这些 可能会监督他的一些 政论节目的一些频道上面 看看希望是不是 劝一些人不要出来投票 试图要说这些都抹黑 哪一笔是抹黑 你就讲清楚嘛 我们台湾社会是可以接受 公开理性的讨论事情的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愚蠢啊 所以我怎么会生气 就是颜家真的去把台湾人当笨蛋 一直说什么 踩在一脚下 过去怎么他们都得票 都当选啊 所以真的是选民的智慧啊 过去是大家不知道真相 现在我们把真相选出来 讲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真相了 我不认为颜家还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好处 但是他们这个广告 我再去看 我发现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可以被摧毁 不会被打败 观看次数十六万嘛 那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暗战数417跟底下只有97则留言 完全不成正比 为什么我们再做一个对比就知道 本节目 新闻就昨天的这一集 只要十万哦 因为他们比他们十六万少 留言次数已经748则 暗战数2516则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合理的比例 意思是什么 很有可能他就是买这个观看处啊 找找这些网路机器去点 用这个方式去做数据让他看起来好像他声势很强 干嘛的 去扭曲掉真实的名义 如果是真的这么多人看的话 不会这么少人按赞 也不会有这么少折 这个留言 这个让你熟悉一点 网路基本运作就知道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有钱买广告 有钱找公关公司 之前用的影片抹黑别人还砸所有的电视台 对那广告为什么拍一堆他的背影 讲得好像我们是他的队友一样 然后呢 他就很影像光明的一个人走在前面 哇这样往前冲 大家看着他的这个背影的话 努力的跟随去对抗什么恶势力 这完全颠倒是非黑牌 他本身就是这个恶势力 然后结果还用一副 他影像光明要去迎战 他到底要迎战什么啊 你先把你家延人钱这两块地 为什么会在一个色战效益极低的阵阴在旁边 就是你们家的地 旁边还都是保护区 你先做这件事情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 然后你再跟我讲些别的这个事情嘛 然后过去这些事情 我们其实因为是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 可是从他女中爱丽的事情没办法解释 105号码头没办法解释 清泉康没有办法解释 电子游易长他当初没有看见 这一连串的事情 就他死因在哪里呢 一开始就是因为罢免陈伯威开始 那为什么他要罢免陈伯威 很简单啊 陈伯威短短才做两年而已 已经有非常多的成绩 而且要深受各族群包含年轻人 多了这个喜爱 陈伯威当初的一个网路声势 是远超过什么赵少康 朱立伦 江几森的总和 所以对蓝莹来讲 他们非常害怕陈伯威坐满四年的之后 端出成绩单 震震荡当的打败言家 那你言宽衡或是言清彪 你觉得你不想要陈伯威继续当选 你就认真做选民服务 认真做到说台中相信都满意你 用投票的方式去决定胜负 没有 你就说什么 他能打一千块电动输了 他能过去呢 有什么交通这个事故事件 有那个揪案 哪些十年前的事情 连国中同协都挖出来 用这种高强度抹黑的这个方式 一直放送一直在骂 那骂这些事情 我再问一句 这些跟我们公共利益 到什么关系 跟人家自己涉案的这些电子游泳场 一流号码头 清泉缸 土地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对台中的侵害相比之下 你不要说小屋见大屋 是整个宇宙比例细沙 所以我必须要去讲的是 这一次的选举 我觉得选到现在的话 其实严加已经没有路了 他这样 大家只要认认真真的坚定自己的信念 不要再被外面的这些谣言所获 就去投下这一票 我认为这个勇气 这个改变已经在发生 杀戮的这一场 有史以来最多人走到这个现场 让非常多人看到了阳光 看到了希望 而这个就是过去 大家以为海线只能那样 没有啊 海线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是因为长期被严加这样的把持住 让很多人有话讲不出来 我们要的并不是说什么 这边全部以后都是绿营执政 来人都不要来选 我们绝对不会讲这种事情 我们只希望一件事 海线的相亲 杀戮的相亲 以后在参加选举的时候 可以大声的跟竞选人喊加油 不管他是蓝营的还是绿营的 他不用偷偷摸摸的支持陈柏维 都要写在手上 他不用说担心说 我今天挂了林静怡的布条 隔天就有人 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来去关切 我们只希望是说 这样的一个选举 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能够让每个人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声 台湾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有人先到有人后到 但大家都希望台湾好 我们希望台湾这块自由的土地 这块宝岛 这样子可贵的精神 能够传承下去 自由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受到这些外在恶势力的威胁 你要支持严宽恒 是你的这个言论自由 但我们想要支持林静怡 也是我们的自由 为什么在台中又提到过去 谁要去跟颜宽恒选 谁在地的乡亲就要受到如此庞大的压力 这阵子以来 多少人就说 很佩服寇姐的勇气 很佩服于北城将军 很佩服我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不是第一线 真正需要佩服的是这些 在地的这些人民 他们被这些演家长期的欺压 到了现在 终于看到一只曙光 而他们也愿意冒着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站出来到朝市的这个场合 站出来投下这一票 彻底的改变台中被严加绑架的命运 讲得真好 真正忍气吞声的就是台中的 中国也选区的这些台中人 勇宏 我觉得这个以前人家讲说 地方的坏风俗 什么叫坏风俗 就是说那种选举的文化选举的方式 还有所谓的服务 其实只有百条 我因为我这一天 刚刚我们朗东讲到说 他的这个这个观看数跟按赞数 我看这个就是大概 姜粉居多 机器人居多 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也有看 我其中是观看中的一个 我要看看说他到底 他的CF拍什么 我必须讲 我这样回头来想 我昨天这样看他的CF 然后刚刚听了我们寇姐 跟我们于北辰将军所讲的一席话 我必须说 你们的团队真的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团队 刚刚寇姐跟于将军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为人就是光明磊落 不管今天我做什么事 包括寇姐过去在媒体 包括他对于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任何的人的批评 或他的坚持 包括于北辰将军过去 他在他任内 他在不管是他在党务 还是在军中现在退党 他对所有在节目上 所有事情的评论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光明磊落四个字 这非常重要 我觉得今天我先讲说 我觉得国民党是对不起 我们在台湾这些二代三代的外省人 对不起于北辰将军 为什么 谁说外省人规定 就一定要必须是你国民党的忠贞党员 谁说外省人就一定要被你国民党绑架 我这样讲好了 我跟我老婆都是外省三代 我祖父四九年来 我老婆祖父也是四九年来 而他还从复国倒来的 我岳父也是军人 我老婆的爷爷 老爷都是军人 我祖父也是军人 那怎样 军人就规定外省 一定要是你国民党的禁卵吗 我这种成立 我这种是外省 淘汰人协会发起人 我小时候也是一样中党爱国 小时候写作文 颜宽盒也没有多年轻 你也写过这个作文 我们到成功领域 还去参加比赛 就一定要讲说 如何用三民主义去统一中国 大家都经过那个时代 但是时代不一样 你没有觉醒 这是第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 我觉得国民党我是看不起你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国民党 以前言清标 是没有国民党籍的 以前言清标 是被人为是这个地方黑金势力 就是说我虽然国民党 会跟地方势力派系合作 但是我不会让你入党 所以才会有一个五党联盟 厉害了 现在是颜宽盒是你们国民党提名的人 颜宽盒是你们的党主席 然后你们的卢秀燕市长 一堆人跑去站在旁边 陪同他一起宣布的 这真的厉害了 国民党厉害了 这个党林静怡的宣布是什么 我们在中职会 我们通过林静怡征召 然后林静怡在外面等 我们征召通过之后 他进来跟大家感谢 让他讲几句话 国民党提名颜宽盒是所有的大辽 要到他们家的服务处去 这个党真的神奇了 那我就觉得奇怪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底 你未来你是如此 这样子的对待一个中党爱国 过去的 然后有理念的于北辰将军 然后你去对一个 去要去让他庭存 要修理他 要处理他 然后你对一个地方派系 地方黑金势力的这样子 一个人二代公子 然后你去要全党的大佬 是跑去那边陪他宣布参选 不是你党要征召他 叫他到中央党部来报告 不是啊 那讲回到我们这个中二选序 我刚刚讲说光明磊落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CF 还有他过去以来 一直回应到大家对他的质疑 不管是他本人也好 还是他的幕僚 租队友给他的建议也好 我觉得你违反了一个光明磊落 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要强调 就是说他如果有任何的犯法 他就会被侦查 就会被检掉去问 他说有吗 表示用这个来反证 他没有犯法 问题是大家不是在说 你有没有犯法 你事情 你到底合不合理 犯法跟违章 有一段的差距 就好比说我们在讲 这个豪华庄园 你占领了 你占据了这个国有地 这个国有在817的 这个豪华的招待所 你占据国有地的部分 占用国有地的部分 你一直叫你还 你不还 那个就是违法 但是在你没还之前 你有任何的方式 他可以叫你补照 干嘛补申请 那个叫做违章 违章跟违法之间 有一段距离 不是说你违章 就不等于不违法 而是本来就一个程序上的 我觉得你没有讲清楚 第二个 当初你也是用 故意用一个良民证 大家记得吗 在罢名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凸显说 你看我是良民 不像陈伯惟 他还有一个前科兆讨 无聊 你就不够光明磊落 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那你干脆把祖宗八代 兄弟姐妹都讲出来 那是不是你们全家都有良民证 良民证是什么 大家我相信在座 大家都申请得到良民证 重点是 大家没有那样子的土地 大家家里没有那样子的争议 第三不是说有钱就是错的 你觉得台湾人会去质疑张忠萌 你是怎么有钱的吗 不会质疑张忠萌怎么有钱 会质疑任何一个科技公司的大老板说 你是怎么有钱的吗 不会质疑 但为什么会质疑你们家 原因是因为 说实在你要告诉我 你们的生财之道是什么 你要告诉全台湾人 是因为你们很会盖房子 你们会做土地规划 还是你们会生产 这个电子科技产业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清楚 但你选择的是沉默 你的团队选择是沉默 我觉得候选人不一定要自己讲 但是发言人要出来讲 so far发言人讲过几次之后 就躲起来了 一个有了发言人的系统的人 然后自己偶尔 其实有点常讲错话 然后又不让发言人出来讲 这个是有点奇怪 再来不是说有一个好爸爸 或者有一个不好的爸爸 是你的错 当然不是 但重点是有一个好爸爸 有一个有钱的爸爸 他来栽培你 然后因着你的什么样子专长 所以你要出来做民意代表 替大家服务 有人会讲说 你看这个苏珊桑女儿也是立委 你看这个蔡启方的儿子 也是立委 不好意思 人台大法律系 我们都还没有去质疑你的学历 美国的学历 如果像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太多质疑 没有质疑你 如果再来检视你的学历 我们就要问了 那你去美国念书 到底你的托福考几分 你的GRE考几分 赵商商最近不是针对大家回应 他还要去讲说 我当年GRE考几分吗 那大家现在还没有质疑到你这一块 再来 当然你可以去护持庙宇 我用护持 任何人都可以护持庙宇 但是我们看全台湾 有哪一间的庙宇 他的这个财产申报是四十年如一日 连各位书都没有变吗 尤其那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的 不要用这个来绑架大家 为什么说绑架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是去拜神明 去拜妈祖 不是去拜哪一个民间的凡人 不管是谁做董事长 副董事长 那我觉得地方长期来 就是在这种 人情的包袱 威吓恐惧之下 才会发生说 为什么这么多 这么多年大概都是选我 然后才会发生说 为什么林静怡去选 或者过去陈伯威去选的时候 大家都要近身不敢讲话 世凯更惨 还要穿防袋衣 这是一个很扭曲的 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有地方的记者 就是刚好那个有个媒体 网络媒体写了一篇 跟他们家有关的报道 那当然那个地方的记者说 不是他写的 但他只是他讲了一个很奇怪 他说他觉得这个社会病了 他说是不是我写的不重要 重要是我身为一个记者 如果是我写的 我需要接到这么多 被关切的电话吗 这才是重点 这个社会 这个地方是不是病了 是因为老百姓病了 还是有人让这个地方病了 这个是我们要导正的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恐惧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 坦白讲 选举剩下没有几天 我建议 你们真的是要光明磊落 因为今天寇姐 光明磊落讲了 他的这一段过程 不只是寇姐 很多的人 那我觉得光明磊落 中法针对你所有的争议 你要清清楚楚的讲 到目前为止 他每一项都说 这个他有回应就是 第一个我有依法处理 第一个都说 这不是我的 这是我弟弟的 这个是谁的 这个不是我的 第二个才说 我都有依法在处理 第三个就说 这个事情是 这个如果说 我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林嘉隆当市长的时候没有 第四个就说 如果说我这个捷运站 不管是这个正英站也好 还是我杀戮火车站 改了路线 多了两站出来也好 他就说 这个林嘉隆也有责任 而且绿营的议员也会争取 第四个就是这种乌贼战术 包括我们在质疑选务人员 为什么让这个监票人员不足 而不可以让这个 你如果没有派的人就算了 那你现在有人愿意再派 不管是林静怡 或者颜宽恒也好 你们要再派 你们把人补足就好 也不愿意还说 那你应该去跟蔡英文说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争议 而且已经是确定的是什么 817这件事情 他就是违贱 你也说要猜了 市府也说是违贱 你也说要猜了 打了六个动画 又打了一片 结果没有猜 违贱是事实 817豪宅占用了 旁边的公园用地 这是事实 有没有一句道歉 你们家或者是 你们的幕僚 因为你都可以 因为毕竟家大业大 很多事情是不用你出手 那有没有幕僚 是帮你们做这件事情 规划的当初这些 有没有道歉 然后你这个豪园 你这个豪宅庄园 在这个国有地上 占用到国有地 你所有租用的这件事情 我坦白讲 我们其实我这几天 接到我们乡亲的几个案子 是都发局就过去贴过去 就是叫你说 对不起 请你限期拆除 因为你也占用了棋楼 因为你这个神坛已经占用了 这个道路 叫你限期拆除 限期拆除 然后人家跟我解释 请我跟我陈勤 去跟都发局讲一下 我刚才讲说 我现在说人家 他们家违贱没有拆 然后我去讲一下说 这个违贱先不要拆 他们可能会拿这个来修理我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帮民众讲 这不合比例 大豪宅 大庄园 公保地的占用 跟违贱都不拆 然后就让人家再拆 然后你这个小老百姓的违贱 很多人都最近都跟我讲 其实这很多人本来是懒的 乡下地方的选民说 这个台语有什么这样 我的发股开筋筋 我路边停车 你也没有叫我来确认一下 这车是不是我的 我是不是有意路边停车 你就把我回宏丹开下去 然后呢 我家的家 一点哪家的家庭 那些池楼我把它尾起 我有去用拆 水来拆 为什么他们家不用拆 那你卢市长 你是不是也要出来道歉一下 我觉得针对这种种 诸多的争议 事实俱在 不用再辩解的 你至少跟给台中市民一个道歉 目前没有 更谎论说 你要光明磊落来回应大家 没有 至于其他有争议 比如说清水的开发 比方说105号码头 比方说桥土地 公亲变市主 土地变你们的 诸如此类的这种争议 目前就说 你看不到说它是不是违法 但已经为于这个不合常理的 你不用道歉 但你有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明过 你有没有光明磊落的说明过 什么叫光明磊落 就像CF这样 不要背对大家 好 你就转过来光明磊落的说 周玉寇讲的哪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林静怡讲哪一件事情不对的 哪一个政论节目讲哪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然后你把证据拿出来 你就把证据拿出来 见死罩拿出来 包括你那个黄昏市场 你说一开始说说 我只是出租空地 后来发现起罩人是你 那如果你的地租人家 人家要盖房子会 没有告诉地主 没有地主同意可以盖吗 不可以的 所以时间的关系 郑兆星你可以回应吗 这个永宏讲的有几点 其实我认同 第一个就是说 那当然这政治人物呢 爸爸妈妈这个东西不能选 但是某个程度上也要接受检验 那就像过去 我就讲 我常常提高雄市长齐迈的例子 他在这个选举 通过选举自己选举的考验第二次之后 那你再质疑他爸爸 陈诚南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 或者贪污 我觉得这就没用 所以这毕竟是宽衡自己在选 但是确实言家会有一些东西 那就接受大家的检验 那也应该做这样的说明 但是我必须讲说 你说言家把持 我们大家说言家把持 可是言家刚好这两年以宽衡的例子来看 他刚好不是立法委员 所以刚刚提到说 比如说105号码头 大家当然可以质疑 里面监察人是谁 谁持有也可以质疑 他有没有过去 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为104 105等等码头的私有经营 而不是国家要收回去经营 有没有发生意 就讲105 可是他在105号码头得标的时候 他不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刚好是陈柏维 也刚好是林家荣 所以如果说他成功得标是透过了 不正当的程序或者势力的话 那一定是政府会买单 一定是林家荣或者是说 陈柏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施压还是买单 那如果是没有的话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去说明 直接说他这个东西就是施压 或者是他当立委的时候 讲过这样的话 为这个码头的这个政策说过话 然后呢 没有在做立委的时候 政府官员就继续买单是施压 这东西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 那第二个是这两天 其实大家都在吵说 这个所谓的 我刚刚提到还有电子游异厂 当然可能觉得电子游异厂不好的东西 可是呢 在大家替这个陈柏维辩护的时候 他的冰果星球不就在电子游异厂玩的吗 这个东西如果说 大家是不是这么不能接受这些东西 在地方上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那第三个这两天 其实大家讨论的都是捷运蓝线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呢 捷运蓝线呢 其实在林家荣市场规划的时候 我想永宏应该知道 而且我跟王毅川前局长 昨天在脸书上就在讨论 就说局长到底你任内 有没有正英战跟平顶战 结果是都没有嘛 中间有本来预设一战 叫做物流园区保留战 结果都因为没有物流园区就没有了 所以到时候两战大家都有争取 严厉敏也就是一月的时候争取正英战 三月的时候 去年三月的时候争取平顶战都有争取 那反而是林静怡可能三天前 突然想到这个事情 要一起争取平顶战很好啊 可是问题是呢 如果说那颜家有没有土地 不要回避 有 确实有 而且就在正英战前面 对 可是他也在台湾大道前面 也就是说你在台湾大道前面 买任何地 他可能都会争取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获利 会不会因为这样受惠 有 可是如果要这样讲说 是因为了颜家 扭曲了这个路线在这边设的话 那一开始的时候 要在正英战设战 是里长跟李明一起联署 然后养点宗 民进党养点宗也赞成 王立任也赞成 还有武党籍的议员也赞成 那所以你说 是为了颜家去扭曲 台湾大道的路线 这个不对 台湾大道本来就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个资讯上面来讲 我们还是要去公平的 把事实存在面前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沙路的车站的部分 常常有人说 原来沙路车站路线是共购啊 对 是共购 但是什么共购 是火车站跟捷运站共购吗 错哦 是商场跟捷运站共购 火车站跟捷运站中间 只有两百五十公尺的连通道 他们并不是共购的建筑 那后来因为沙路很密集嘛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地图 里面全部都是沙路 是很密集的地方 所以地下化进不去 因为居民在抗议 所以我们在台北 这边讨论的时候 其实沙路居民我有去问 因为我昨天人在中部 我说是不是真的进不去 对 有人抗议啊 有人抗议 不让他进来 所以从外面做高架化 最重要的是平鼎站龙井人是在抗议的 平鼎站没有 平鼎站要不要设呢 我问了这个市府跟议会的说法 说他旁边有一个国际接口站 就是在他的附近 但是要不要设平鼎站 其实大家都有在争取 那我问你 所以可以讨论 本来交通局长叶昭府是说 那个地方是没有效益的吗 可不可以插一句话一下 赵姓大家都认识那么久了 105号码头事情不能掐头去尾 因为没办法 必须要再把它硬化讲 盐宽和在当立委咨询的时候 不是为了陈锋 是为了他弟弟的袁宏 讲这种话我们都要负责论的 那袁宏后来变红权了 我不能够说对或错 只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资料去讲 我们不要掐头去尾 后来 后来这家公司是在二零一八二零一七年时候自己测案 测案以后才用 才用商港法 才有后来的陈锋 也就是颜宽衡質詢的时候 是没有陈锋 但是颜宽衡有質詢 变成了民营 然后变成了这个 他家 他弟弟做董事的合资公司标下来嘛 重点还是说他得标的时候 宽衡並不是立委 那要怎么施压需要一个 他弟弟那家公司那是存在的事实 赵新简单回复啦 第一个105号码头除了不能掐头去尾以外 我请问一下 有哪个立委可以这样大勒勒的 自己家族经营码头毫不避嫌 非常糟糕的出席率 几乎不咨询 几乎不提案 结果咨询 结果提案 完全为了自己家里头的利益 有哪个立委这样干 请告诉我 有没有冻结预算 有没有删减预算 有没有把官员叫到办公室来问 也没有因为他的一再的利用立委职权之后 本来是公营的方向转成民营 难道他不是利用职权吗 这第一点 第二点容我提醒你 这件事情你一再要赖到林嘉隆的身上 这件事情当初台中港务局有报部吗 根本没有报交通部 我们还在质疑啊 为什么分公司可以就这样自己决定 请告诉我为什么 就好像他家的沙隆大院 为什么国产署的台中分署可以让他来标租 明明是国有地 因为他们就是姓岩 是因为他在地家大市大业大 因为家里图 他不只没有报部哦 他分公司没有报到总公司哦 台中分公司就出去了 所以不要赖到林嘉隆头上 这第一个 第二个不要赖到林嘉隆头上什么 严利民 你不要跟严宽恒一样 讲话都只讲一半 严宽恒之前 他家占领这个保护地 已经违法占领了多少年 六七年了吧 到最后国产署让他开方便现况标租 他把之前进站的通通不讲 他只说我现在是合法标租 就跟严利民现在说 这个站一模一样 事实是什么 我还特地去求证过 事实是在林嘉隆 不管是当市长 或当交通部长 你知道那一条捷运蓝线 他们是在从宏光大学 到国际街这一段 他们有留一个叫做预留站 就物流 对 他也没有要测 他是要让大家来讨论 所以其实都有开公厅会的 好 台中市政府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交通局长 那个时候 2019年9月份的时候 还大累累的公厅会开完之后 拿了一个专案报告 说什么 基于三点理由 第一点 那个地方正英站那边 都是四分之三是保护区 根本就不适合开发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地方他要设的站 离宏光科技大学才七百多公尺 捷运都是要拉一千公尺以上的 谁七百多公尺再设一个站 然后第三点 你只服务了两千四百个人 你完全不具效益 而因此你要多支出三十三亿 请告诉我 为什么开完公厅会以后 你的专案报告是否认的 可是严利民把你叫去他的办公室之后 你就变了 四五个月以后 突然之间 要来设那两个站 而且居然可以截指取弯 你听过这种吗 突出了两个站出来 地下变成高价 那原来这两个站中间 有他们严家六百五十平的土地 如果今天严家不是因为 有这些政治势力 他敢吗 他欺负老百姓成性 电子游戏场 这个更过分了 严宏恒 他当初怎么批评的 陈柏惟一千块钱 给我们说什么 你没听的 自己在做电子游戏场的地主 然后钞票一张一张数 老百姓的眼泪一滴一滴